小姐哥 我回来了 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我回来吃饭 你不是说你今天不吃饭吗 说你今天晚上有大餐 现在这些个大老板啊 说话都不算数 订好的大餐饭局 说取消就取消了 哎呀 快饭啊 你看 那这可麻烦了 我没做你的饭 你怎么不给我做饭呢 你不是说你今天晚上不回来吃饭吗 我不回来了 你就不给我做饭呢 你不回来了 我还给你做啥饭呢 我不回来了 是你不给我做饭的理由吗 不是 你不回来了 我不给你做饭 这理由不是很充分吗 我不回来了 你也得给我做饭呢 你不回来我还给你做啥饭呢 怎么做好了还给你摆那供上啊 告诉你大姐夫 不要忘了我在这个家的地位 这房子的首付谁付的 我倒霉我倒霉你这房子上了 行行行 那你吃我的吧 快点这 盛上来 还不给我做饭吧 这胆大了现在真是 来来来 你就吃我这份吧 快点这 这什么破碗 不是 我晚上我就喝碗粥 主食呢 主食 我那有 一块端上来啊 真是行 来 主食 这什么破碗啊 主食啊 大葱啊 我这么大一老板 企业家我吃大葱 企业家你也不见得不吃大葱啊 我明天谈判 签合同 我今天晚上吃大葱 明天到谈判桌上 好 全倒了 我签什么合同啊 你今天晚上吃大葱 你明天谈判你怕炸 你不是还得刷牙呢吗 我从来不刷牙 那行 这么着吧 来 你呀 喝这碗粥 我吃大葱 行不 我不喝粥 我大企业家 我老板 我喝粥 你企业家你还不喝粥 我跟你说 你饿了 我就不见得你不喝粥 饿死我也不喝粥 我告诉你 赵刚子 我把话撂着 我今天要是喝粥 我是你儿子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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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 顺夫啊 今天家里边没主食了 只能是粥 大姐夫 我就知道你会来这时候 我下班的时候啊 我给我媳妇都打完电话了 我媳妇给我从网上订的大餐 要不然我敢给你打这个毒 我还是你儿子 你有儿子也没有我这么优秀的儿子呀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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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 哎呀 应应了 送外卖的 哎呦 我天呐 你怎么才来呀你呀 你再不来我都饿死了 给我吧 给我吧 看见没有 这才是我媳妇给我订的大餐 多少钱呢 给你钱 不用钱 那个女的通过维C支付了 什么 什么一个女的呀 那女的是我老婆 哎呀 什么事你老婆我不管 老板 老板 您慢慢起 我们的服务总值就是顾客至上 尽准快捷 租英 他刚才最后他这什么是说着吗 租英 走人 我怎么听着像滚 怎么滚 哎呀 看看看看 我媳妇给我订的大餐 哎呀 第一碗 大米粥 我媳妇太爱我了 我媳妇是让我饭前一碗粥 先垫垫 看第二碗 小米粥 小米粥高画好啊 这叫饭后一碗粥 这肯定是猪食 红枣莲子粥 什么个意思 我明白了 我媳妇这是让我喝个水饱啊 哎呀 不行 这饿得不行了 粥也得不得 哎哎哎 等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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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喝粥啊 我怎么不能喝 你真不能喝粥 我怎么不能喝啊 你刚才你不是说了吗 你说你要是喝粥的话 你就是我儿子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啊 你看你这人 你说话你咋不承认呢 街坊邻居 你们说的说没说 我什么时候说话算个数 你也喝你也喝 好好好 你也喝 你喝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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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喝呀 我喝什么喝呀 你都喝了 我喝什么呀 我喝 哎呀 饱了 大哥错了 哎呀 大哥错了 大哥错了 你怎么 怎么你一上来我就错了 我怎么错了我 大哥错了我送错饭了 这个才是你们订的饭 我的天啊 你吭死我了你 看见没有大姐邦 这才是我媳妇给我订的饭呢 我看看这都是什么啊 哎呦 哎呦 辣子鸡 哎呦 红烧肉 哎呦 红门大虾 哎呀 大哥 是这样呢 我把你的饭送过来了 你把港菜那份饭 还给我呗 我凭什么要还给你啊 不是 我不是说错了吗 刚刚我给你的那份饭呢 是二号楼的 102 现在我送给你这份饭呢 是一号楼的102订的饭 我送错了 哦 那我明白了 行 还给你 盒拿走吧 啊 那 那都起完了 啊 哎呦 我的天 这不是哪个饭 你起它干什么的 哎哎哎哎 你蹦的什么你蹦的呀 你送过来的 你也没说我哪知道是谁的呀 我不是说送错了吗 你不是哪个饭 你也起啊 我哪知道这不是我的饭呢 我媳妇从网上给我订的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菜呀 要拿拿走 盒拿走 不 我要什么盒 我要饭 哎 人家你做什么 怎么做我把酒带呀 不是你要饭 你出去要去啊 哎 小伙子小伙子 来来来来来 起来起来 一盒盒饭不至于的 啊 这么着 我跟你出个主意吧 你把我们订的这个饭呀 给他们送过去 好不好 那 人家 能用吗 能用我们这饭多好啊 哎呦 我说小伙子 你 你是不是脑子有毛病啊 他能不要吗 他订了三碗粥 我这三份是什么 我这是山珍 哎呀 他还不要 我告诉你 他不要 我是他孙子 这么说很合适吗 怎么不合适啊 那 那好 我们的副总值就是 顾客之上 精准快接 搜 不是 大姐哥 啊 他说了个什么 走人 我怎么听 怎么像滚 不是 你这是出的什么主意啊 他这个是三碗粥 你说咱那是三份 那是多少钱 他这才多少钱 他这是用冰棍的钱 买咱家一个冰箱啊 他这是 哎呀 大和呀 你敢说什么 你敢说 警官你孙子挡定了 怎么了 这 人家说 这什么破东西啊 这什么破东西 我明白了 大姐夫 那家人肯定是个败家子 您还说了 闻 闻这个味儿就像吐 闻着都像吐 哎呦 我天哪 街坊邻居们 你们听听 这什么人哪这是 这多贵的菜啊 我都舍不得天天吃 你回去告诉他啊 你问问他 他是吃什么饲料长大的 你问问他是什么东西 他是什么玩意儿 喝去 我 我能这么说吗 怎么不能这么说 你就说是我说的 我前世彭说的 他敢来找我 他敢来找我 我是他孙子 好吧 我们的副总组就是 顾客之上 尽准快接 滚 所以 你说你这个人呢 怎么了 你说你让人家传什么话啊 你传完了 回头人家找你来怎么找 他敢 找我 他敢来找我 我就是他孙子 大哥呀 哎呀 想回你那个红色 打回你 什么啦 因为啦 哎呦 我倒要看看他是谁 谁叫前世彭 你干啥的呀 我柔道对的 前世彭 找你的 干什么呀 前世彭 找你的 快点的 找你 不是 我不是 你别不是 什么不是 前世彭 你不用怕他 他一个女的 练柔道有什么了不起的 他一个人答不过咱俩 几份 谁呀 咋的了 大姐夫 把手举起来 不容易受伤 受什么伤啊 我说你闹这个事 那个二位啊 对不起啊 情况是这样 来来来来 小伙子 这个小伙子 今天第一天上班送外卖 对 他呢 把咱们两家订的这个饭呢 给送差了 结果我们就把你们的饭给吃了 我就想呢 把我们订这份饭呢 给你们送过去 你看没成想 你们还不爱吃 你不照缸子吗 你认识我呀 对呀 我是对面二楼 102的 我妈老提起你 对面102的 张阿姨家 对对 张阿姨是你妈呀 对呀 哦 我想起来了 你妈跟我说过 你是她女儿 你练柔道的 对对对 你平时不回家呀 你今儿怎么回来了 怀孕了吗 啥 怀孕了 怀孕了 哎呦 这是个好事啊 不是 你怀孕了 你怎么还穿这柔道服啊 穿这柔道服习惯了 比睡衣都舒服 哎呦妈 真的呀 这小伙子是 我是她老公 哦 哎呦 你也是运动员 练柔道的 哦 我是刚从旅游 回来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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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好 欢迎欢迎 致敬啊 致敬啊 这太好了 太好 太好了 你怎么叫 钱顺风了呢 我不叫钱顺风 你过来 他叫钱顺风 是我妹夫 他刚才 他不敢承认 他怕你削他 削他干啥 这小样不仅小啊 什么这么想啊 啊 哎 对 哎呦 就这个 这是我熬的一碗粥 能尝一小口 尝一小口 尝尝尝尝 尝 我给你拿勺去啊 哎呦 来 少来了 同合了了 全合了啊 哎呦 我明白了 怀孕了 想喝粥 是 对吧 这粥好喝吗 好喝好喝 老公 我要能天天喝 他熬的粥 我老幸福了 那有啥呀 没问题 这么着吧 从明儿开始 你就到我们家来 每天晚上 我给你熬粥喝 怎么样 那都不好意思啊 那有啥不好意思的 这么着 可回头啊 你身子不方便了 我给你送过去 我要是万一 你没时间的话呢 我让你孙子 给你送过去 我哪来的身边啊 谁是分 对 我讲明他是孙子 吃吃吃 没完呢 那多不好意思啊 有啥不好意思的呀 你们为咱们国家争抗 我们为你们出力 这不是应该的吗 对 我们的服务都只是 我